南投園埃乡新著名配偶 共同组成的家庭数虽然不算多 但历年累积下来 全乡至少有134户的家庭 其中就有半数以上是族人家庭 许多外籍配偶加到圆乡之后 除了要克服语言沟通之外 文化差异的适应 也需要相当的时间 不过就有旧服员指出 虽然外配在一定时间之后 就能拿到身份证 可以正常找工作分担佳计 不过外配就算是嫁给原住民 也不具原住民身份 无法享有原民会提供的就业服务 这也让原乡地区的外配 在谋职上形成政府 照顾原住民家庭的盲点 来找我们的工作 因为它是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 我们就会一贯性的为它做一个服务 但是非原住民的朋友的话 然后我们可能就也是就只能做转切部分 因此南投县政府为了要关怀原乡的外配家庭 特别举办了新住民亲子教育课程 除了宣导新住民应有的权益外 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 来了解原乡外配家庭的状况 他们所承受亲子角色的一个压力 比国内一般的妈妈还要重 所以县政府特别举办亲子教育的课程 那藉由这个讲席 让新住民的一个妈妈 可以互相的交换经验 许多外配嫁到原乡之后 因为文化甚至人际关系的缺乏 导致他们的问题无法立即被看见 恐延伸出许多家庭问题 为了防防未然 县府办理新住民亲子教育课程 就希望外配家庭也能和一般家庭一样健全的发展 原是新闻No 南投仁爱 超广报导